大家好,进入这个9月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接下来主要讲的就是长寿花 进入秋季,这是9月份 不要对长寿花做着三件事 不然的话,它不单单出现一个黄叶的现象 还有这个花朵也会奇迹没有打开的 这样的话也要等到明年它才会开花了 第一,就是换盘 长寿花因为已经刚刚从休门中醒来的长寿花 突然间给它换盘的话,对它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秋季最好不要给它换盘是比较好的 一定要切记不要给它换盘 还有随意的挪动花盘 就是把长寿花从这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它刚刚从一个休眠区找出来 所以不适应一下子更换环境的 所以一定要也是特别的切记 不要给它随意的搬动另外一处地方 去养护 另外就是怕修剪 长寿花进入生长阶段 最好不要给它修剪 修剪的话只能把微弱的叶片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要给它修剪掉 特别是希望新长出一些嫩芽嫩叶 或者是一些叶烧之类的不要给它修剪 这样是对它的后期生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因为这个秋季比较不适合给长寿花做一个修剪 另外一点就是浇水 浇水的话有很多话有不懂 就是经常给它浇水 所以就导致来出现一个烂根 而影响它的正常的生长 所以进入秋季不要给它长时间处于一个浇水的状态 咱们一定要做到见干见细的给它浇 是比较好的 所以花药们在养护的过程中 这几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最后一点进入这个秋季 如果想要继续修花的话 咱们可以给它补一些修花肥 修花肥有花多多二号 还有凝甲肥两种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修花修芽的效果的 使用的话 凝甲肥的话就是兑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兑水的话 里面可以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给它配比使用是可以的 还有这个花多多二号 也是一种修花肥 可以促进这个根系的生长 还有促进这个花苞快速的打开生长 进入这个秋季 不要对这个长寿花 做这几点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好 下期再见